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路 在这个影片里 大路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玩过 觉得画风玩法和内容都蛮不错的手机游戏 其中这些游戏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和风格 有动作、角色扮演、冒险、策略和模拟精灵等等 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哦 那大路就不那么多废话了 一起来看看这期的游戏推荐吧 这是一款基于知名大逃杀游戏 要在英雄所推出 主打生存、拼气与朋友同乐的游戏 进入游戏后会有点玩麦块的记事感 同样需要收集木材、石块、食物等资源 而且里面的人物、动物和其他建筑都是热高模块 其中像是羊、鸡等等的动物 如果你靠近并抚摸它们的话 还能得到羊毛或鸡蛋这些响应的材料 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更是会有种其热高的感觉 这个世界到了夜晚会更加的危险和冰冷 需要制作出像篝火等道具来保暖 同时照亮周围 篝火所冒出的烟也能帮助你寻找回家的路哦 玩家也能透过工作台制作道具来收集更多的资源 目标就是建造一个村庄 吸引其他冒险者来定居啦 当然游戏还加入了战斗冒险的玩法 可以去探索进入洞穴挑战强大的怪物 喜欢的话就来到这个热高世界展开冒险吧 如果你邻居家的孩子无故失踪 你是否会想要揭开他们失踪的真相呢 想知道更多关于你邻居秘密的话 那就来体验这款以隐藏解密为玩法 著名游戏 你好邻居 衍生作品的宁极热机吧 这次的故事将围绕着一个名叫Niki的小男孩 他为了揭露邻居彼得森先生的可怕秘密 尝试潜入他的房子 避开他的嘴骨 同时寻找线索和道具来解开各种谜题和挑战 那么你邻居的家会像魔法那样 不断的变化和扩大 所以每一次进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和危险 至于目标 最当然是找出彼得森先生的秘密 以及曾经跟Niki很要好 彼得森儿子的下落 游戏纯体的风格算是蛮诡谐和幽默的 但也会有让人感到惊悚和恐怖的瞬间 喜欢的话就来尝试揭开你邻居的秘密吧 当我们说起暗黑风格的刷宝类游戏 除了暗黑幻神系列以外 又怎么能漏掉经典的火炬之光呢 火炬之光无限就是系列的最新作品 开局时玩家可以从各个格据特色的英雄中选择一位 然后就能开始你接下来的刷刷之旅啦 游戏的玩法主要是以刷怪刷装为主 玩家还能记得搭配英雄的技能组合 才慢慢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战斗流派 而且本作并没有体力的限制 英雄的输出也没有CD时间 所以让整个战斗的爽快感和体验提升了不少 此外本作的核心玩法在于多类别的Build系统 可以通过装备词条 300多种的技能搭配 以及天赋系统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完美角色 不仅如此哦 游戏还有着自由且真实的交易系统 玩家可以售卖或购买装备 并且所使用的货币也都是游戏中掉落的 目前火炬之光 无限会在今天开启全球的第三赛季 双生梦魇 其中包括了新的装备 技能和时装 全新的英雄光耀罗莎也会登场 而且这次也加入了全新的独行专家模式 进一步提高挑战的难度 所以老玩家们又可以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啦 无论你是新老玩家都好 主要你是喜欢刷宝类游戏的话 都一定不能错过这款好玩的游戏哦 而且在游戏中输入大陆提供的礼包码 就能获得限定好礼 现在继续下方的资讯栏中寻找下载链接 来开启你的英雄之旅吧 这款地牢猎人系列的最新作 地牢猎人6 延续了系列主打的动作 BG玩法风格 同时还将画面升级 变得更加精美 设置玩家一共有6种职业可以选择 也能尝试去自定义你角色的外观 然后就可以去到拥有豐富剧情的地图中 与各个大型的boss、敌人或恶魔战斗了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透过召唤随从 来帮助你分担战斗的压力哦 但如果你比较想要提高战斗效率的话 就不要忘了召集和培养更多不同的随从 另外玩家也能选择加入其他工会 又则是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 然后就能尝试与其他人合作 讨伐更多的恶魔、boss或副本等等 来获得丰富的奖励 整体是款有着精致画面加丰富玩法的游戏 喜欢动作RPG玩法的玩家就不要错过啦 英雄传说 闪志轨迹 比方战役 是一款基于日本动画所改编的JRPG游戏 也是闪志轨迹系列的延伸作品 那么玩家除了能够回顾动画版的剧情以外 还能与全新人物系列中的人气角色其冒险 战斗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属性相克 要如何组合出拥有属性优势的队伍 也是玩家需要研究和赢得比赛的关键 如果队伍中有相同属性的角色 就能获得额外效果 而游戏还有特别 就有团队效果的天空属性 当然准置队伍的平衡性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适当安排不同定位的角色创阵 像是坦克、远程和战士等等 角色在累积足够的CP后就能使用大招 另外游戏也交入了丰富的养成和副本挑战等玩法 感兴趣的话就来解开比方战役的尊项吧 在DinoBush这款主打卡牌策略玩法的游戏中 你将扮演一只聪明而强大的恐龙 去拯救被尼安德特人捕捉的恐龙同伴 战斗时可以点击左右画面移动 并利用相应的点数来派出要上场作战的恐龙 在进入关卡前 可以在队伍中根据这些战术来安排不同定位的恐龙 这样在战斗时就能获得更多的优势 但成功在每个岛屿获得满星通关后 就能得到比平时更多的资源哦 新的恐龙也能在通关后解锁 可以为他们装备上不同的技能 并在战斗中手动使用技能来对付敌人 当然玩家还能去培养这些恐龙让它们变得更强 如果你喜欢玩法简单加恐龙题材的游戏 那就来到这里带领你的恐龙军队 去保卫你珍贵的龙弹免受敌人的侵害吧 三股卷轴 城堡是被塞斯达旗下的游戏星座 本座的玩法和之前的热门游戏 辐射避难所差不多 只是这次的背景设定在旧时代 让玩家可以经营自己的城堡和王朝 一开始先王十四后 你需要选出一名继承人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训练士兵 经营和扩大城堡 绑住自己的城堡繁荣发展 你需要确保人民获得足够的粮食和资源 安排他们到各个岗位进行工作 还可以为他们打造武器和装备 确保在危险来临时可以保卫城堡 当然国王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 他所做的决定对城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像是决定是否帮助邻国 还有解决大城的冲突等等 另外你也能利用资源 扩建并打造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城堡 想要让自己的城堡成为最强王朝吗 那就来下载上古卷轴城堡吧 当电王宅女传越到了游戏中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款游戏的主角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少女 某天却莫名其妙地被带到格斗游戏中 而且在那里只有变成最强者才能回家 于是柔弱少女的变强之旅就此开始了 以世界格斗少女养成技适合放时RPG游戏 在游戏方面非常的简单轻松 只要在少女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击败敌人 并利用赚到的金币为角色进行升级就好了 另外游戏提供了多个角色可选择 还可以召唤宠物来帮助你作战 或是参加各种副本和小游戏等等 最后少女是否能够成功回家呢 这就要看各位玩家们的努力 来到游戏中祝少女一臂之力吧 征服者是一款冒险简迷类的游戏 本作有着金蜜的艺术所会画风 讲述身为骷髅海盗的主角意外被唤醒 因为棺材被破坏 所以他需要找到新的棺材与伙伴们相聚 于是便踏上了特别的巡观之旅 在游戏中你可以点击场景里的物品进行互动 通过剪取物品并使用在适当的地方继续前进 有时候也需要和敌人进行战斗 当然你也会遇到善良的灵魂 他们会给予你一些帮助和指引哦 总的来说 这是一款不错的潜民冒险游戏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在Steam或手机平台上下载试玩 你是本宅爱好者吗? 想象一下 当你遇到雨天的时候 在窗边看着绿池和听着雨声 是一种多么自愈宁静的享受啊 窗口花园就是一款可以让你得到类似体验的游戏 本作强了相属风格和植物养殖的玩法 你可以在游戏中找到多种类型的盆栽 并将它们放置到窗边 而且每种植物都有不同的照顾方式 分别需要不同的水分和阳光照射需求 照顾不当的话 植物可能就会枯萎哦 另外你还能购买装饰品来装饰你的小窗 然后将平板或手机树立在座面 让它化身成治愈的小窗口 陪伴你放松身心 装出于工作和学习 此外你还可以捕捉从窗口飞进来的蝴蝶和鸟类 完成任务 收集宝石等等 随便给喜欢治愈类游戏的玩家 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最后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